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龙江 总统大选倒数11天 昨天副总统辩论会 蓝军赵绍康虽然炮火猛烈 但是有太多的造谣 以及无中生有的指控 连青蓝媒体所做的民调 萧美琴获得最多选民的肯定 认为表现最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赵绍康狂轰猛打绿营 来营制者不是应该很嗨吗 还是用了太多错假讯息 反而引发反感呢 但赵绍康今天继续狂打战争牌 说蓝军的如果当选 风险立刻就到 昨天说美国天后泰勒斯 不来台湾是因为战争风险 蒋万今天表示 正在洽谈中乐观其成 等确定会向大家报告 这赵蒋两人 是谁在打脸谁呢 选副总统就可以乱讲话吗 还要五月天出来讲清楚 五迷已经不爽了 赵绍康怎么专检讨被害人呢 却对加害者中国不至于辞 还加码侯友宜的政见又不同调 侯照到底谁是老大 而侯友宜深陷土地争议 今天最新爆料 侯友宜新装列地宜云 附近十公尺规划学校用地 今年五月又变成了市场用地 但不管变成什么 这块地都在精华区 绿营还质疑 右翼的财报在哪里 成立公司是为了要逃税藏钱吗 国民党反击 这是影射 栽赃 泼黑水 另外封关民调 蓝绿白选情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侯友宜再向柯文哲喊话 蓝白河六点协议仍然算数 硬要蓝白河目的何在呢 操作弃宝吗 那柯文哲柯粉又想出了一招 结果得到了反效果吗 最近局势的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我来宾 首先是桃园市议员 于北陈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前立委陈伯伟 大家好 三优 政治评论汪建明 大家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台北市议员 这个张维源 中江好 大家好 私人媒体员陈米凤 大家好 还是私人媒体员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这昨天副总统辩论会 赵绍康狂打绿营赖清德 那一般呢 落后者的策略 当然就是攻击啦 但是战情势风格 搬到辩论会 又用了一堆错假训辑 甚至是造谣 有讨到便宜吗 来 先讲瑞德哥 昨天三人 谁的表现最好 我很压抑 这个青蓝媒体 T台所做的 三位副总统 谁表现最好 竟然是萧美琴得第一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呢 昨天三位这个 副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照理来讲 口才最好的 那当然是赵绍康嘛 你想想看 29年前就政治金童 那20几年来又主持节目嘛 那么所以呢 照理来说 应该是他占便宜 那么他占便宜的情况之下呢 他犯了一个大忌 为什么 我昨天发现 他太过轻挑 他从深论 一直到洁变的时候呢 一直都用很轻挑的方式 来对待民进党跟他的对手 甚至于包括赖清德 所以昨天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现在上网路看 他可以发现 他三不时就出现 那这种这种很轻蔑的 就是轻蔑对他的对手 很轻蔑的这样说 不是民进党吗 怎么样 类似这样的一个 这个言行就对了 非常可惜啦 使他自己的优势 他大可 我都举例 他大可像三国演义里面 诸葛亮蛇战东吴群雄这样子 谈笑用兵 哔哩啪啦的 把你全部都打倒 他大可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他口才是最好的 那么 萧美琴 因为在这个声论的时候 因为他自己重感冒 他两年前就知道他重感冒了 所以呢 喉咙沙哑 再加上他咳嗽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有影响到他的这个相关的声论 但是到媒体提问 中将也在现场嘛 媒体提问交互结问的时候 他的赞猫的个性就表现无疑 所谓赞猫就是 我不是气压压跟你火拼 但是我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都把你拨回 拨回拨回 他在昨天的辩论会里面呢 三度反击 三度澄清 有关于赵沙康的假讯息 跟这个假新闻 所以呢 我觉得反而他表现的 中规中矩之外呢 有手有功 功手俱加 那么至于今天自己 凭自己是表现最好的 吴欣盈女士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 所以莫怪你的主帅会是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也认为自己最好啊 所以吴欣盈到底表现怎么样 大家非常清楚 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 只要有看的人 我相信你们都非常清楚 昨天吴欣益 基于Johnny Walker之外呢 让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一开始突然间 讲的那句话说 我生贏 他要谐音他自己的名字 我就不知道你的谐音 跟我生贏有什么关系啊 那非常可惜了 那么这也是解释为什么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T台所做的名字 T台绝对不会去帮这个 民进党讲话 对不对 他不会偏绿啊 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偏绿的嘛 他攻击率的鞭策率的 那么非常的非常的疼爱有加 一定叫打打打嘛 所以他不可能听他们讲话 可是在赖清德的辩论 跟萧美琴的辩论 这两场政府总统辩论 你有没有发现 那么最后的结果 都是民进党的两个候选人 那么获得大家的青睐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照理来讲口才比较好 赵沙康一定比较好嘛 左打右打等等嘛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赵沙康昨天 昨天丢出这个东西 国军每个人加两万 有没有 是 同年丢出这个东西来 这样子 他本来的意思是说 哎呀你看我这个 撒币啊 要撒币啊 反正环境我现在 环境我现在 不是这个等于说 这个多看好的嘛 那么他却忘了 就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他的主帅 丢出的是这样 侯友说加薪一万 对 他加码两万 对 所以我们开玩笑说 另外那差额一万 由赵绍康出 就是这样 赵绍康出啊 为什么 不是国家出啊 因为你的主帅 要选总统的人 丢出的是加薪一万 结果你丢出的是加薪两万 你知道 国民党这次选举到现在 我统计了一下 已经丢出了 大概好几千亿了 那个支票开到好几千亿 不稀奇 有一次 因为选情不利 所以国民党单单澎湖 就开出关要七百亿 你知道吗 最后选输的都没有了 存不多少 存不几行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但是 台湾的选民现在 越来越来厉害了 就算 就算有那个候选人说 投机款我帮你出 都没有用 人民也不会投给你 为什么 因为人民要看 哪一个 这个所谓的支票 是会兑现的 哪一个 那么等于说 他的证件 是我们真正可以接受的 是的确 赵绍康狂打战争牌 被看破卡手 小米奇昨天都说了 国际公认 这个风险来源 就是中共 但是呢 我们看到蓝营 包括赵绍康 今天在这个 在这个战路口 去拜票的时候 依然说 赖秦德如果当选 这个风险立刻就到 还拜托大家 思考清楚 选完以后就来不及了 那这也让人想到 30年前 他不也说了吗 你选绿营 中华民国将灭亡 于将军 我们看到赵绍康 显然是 完全不理这种民调 完全不理民众的反应 反正他依然雇我 其实从副总统的辩论会结束以后 我的感觉是 准备要 要好好当副总统的 只有萧美琴 因为赵浩康说 这是个闲差 没事做嘛 没事做 没有职权 所以说他愿意把薪水捐出去 甚至他愿意把公家 配给他的官邸 也捐出去当社宅 对 然后他说 这个泰勒斯因为台湾太危险了 可能会打仗 所以不来 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 就表示30年来 赵浩康仍然停留在 他政治精统的那个阶段 就是可以炒作 炒作台湾人对中国的恐惧 然后为了怕中国打你 所以就选一个 跟中国比较友好的政党 这当年是这样来做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 赵浩康一直认为说 还是那个年代 没有人不怕死 没有人不怕中国打 没有人遇到中国的船坚利炮 会不低头的 这是他一脉相传的一个政治理念 完全不对 完全错了 他没有进步 他依然还是打的 还是那一套 还是30年前那一套 这也不能怪他 因为他在节目里面 来他节目的都是那群人 都是那群人 就是应和他的想法 应和他的这个推论的 这个理责的人 都是这样 就是中国哪要打我 这是我们自己挑衅人家 我去过他的节目 里面的氛围就是这样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们努力的保卫自己 就是有一天他要打我 我让他打不动 人家哪要打你 人家哪要打你 那是你们自己去挑衅 那整个节目的氛围就是这样 就专门检讨被害人 对对对 所以赵浩康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认为 这几个来宾都这样讲 所以呢 国家的氛围还是这样 那来宾是你挑过的好不好 跟你不合作下次就没有了啦 不就这样子了吗 所以他误认为 他的那个战情室就是全台湾 对那所以他在这个 辩论会的时候 他就叫做康康战情室 他在主持战情室 所以他说泰勒斯不来 怕了吧 因为有战争 所以他不想来 泰勒斯是来台湾待一年吗 还是在台湾定居 对 我们定居住在这边都不怕 泰勒斯只来开一场演唱会会怕 况且蒋万并没有说不来啊 还在恰伤中 蒋万今天回应我觉得很好 他说乐观其成 现在正在恰伤中 如果有这个讯息的话 会跟大家报告 这才是一个应该担任首长 应有的态度嘛 如果谈成功了 那就表示台湾是 全亚洲第三安全的地方 泰勒斯到亚洲来巡回 只到两个地方 新加坡跟日本 除了这两个国家 他没有形成啊 那请问越南是不是 兵凶战危 那个马来西亚 是不是兵凶战危 印尼是不是兵凶战危 那中国也兵凶战危啊 泰勒斯多久没 2019年没去过来 不去就代表有战争贡献 不是这样子讲的 2019就没再去过中国去演唱了 那中国也兵凶战危啊 但按照这种理论来讲 整个亚洲只有新加坡跟日本 是安全的 因为泰勒斯其他都没去啊 不能这样讲嘛 不能这样讲嘛 那么高雄请来这么多 国际的这个演唱团体 这些人都是什么 带着盔甲来的啊 还是还有那个 那个所谓的钢铁人护体 来台湾演唱 没有嘛 两回事嘛 因为柯文哲开始胡言乱语 所以赵浩康就要胡言乱语 比他更严重 柯文哲的胡言乱语 已经吸引到了很多 韩粉 柯文哲真的吸了很多韩粉 我说实话 就是柯文哲 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他可以在辩论会 公开全国总统等级的辩论会 他可以讲出那种 非常低俗的字眼 什么赖什么聊啊 然后什么 反正他就讲了很 那个不应该在辩论会出现 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可是这么低俗的言论跟方式 可是我告诉大家 他的每一场地方造势 人会越来越多 没有人要来看 没有人要来看你文哲 就是要看你乱讲的 乱讲话 对 看你乱讲的 余将军昨天还有一点 因为日本现在发生大地震 对照照常讲 台湾是要盖几座核电厂 那到时候台湾不是 就马上置身风险吗 其实这个问题 赖清德在上一次就问了侯友怡 侯友怡必答 他就说 那个侯市长 你不是说 要发展核能 先把核废料怎么处理 讲清楚 我才可以发展核能 所以赖清德问了侯友怡 你现在搞清楚了吗 侯友怡没答 你知道侯友怡没有答 侯友怡就转了个圈圈 就不说了 因为为什么 他干嘛在骗你 侯友怡从来没有要赞成核能 因为核废料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就是不赞成 他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他怎么去找 搞核能 那现在是因为侯友怡 被国民党提名了 然后民进党要搞干净能源 所以侯友怡他必须要 跟执政党背道而驰 就说我支持核能 侯友怡没有支持核能 可是赵浩康他却回答 赵浩康回答吓死人 核能这什么难的 美国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 对 美国国土那么大 好简单 美国是用埋的 美国的地方大 他可以埋得很深 台湾哪里可以埋 台湾哪里可以埋 台湾的地理就是跟日本 是最相近的 对 那日本会碰到状况 台湾就有可能会碰到 日本这次 因为日本跟台湾一样 是在地震带上 对 他摇晃的时候 他那个是 那个冷却水震荡效益 有些微外溢的现象 是 那还没有 还没有核能外泄 只是冷却水外溢 现在已经紧张死了 大家都紧张得要命了 那你想想看 那你要不要 我们也在地震带上 你的核四核五核六 是不是都要盖 照照刚刚要盖 台湾照盖几座 各县市可能都要盖一座了 他说因为核能很廉价 说如果在这个转型 能源转型的时候 以核氧率 可是我告诉大家 我请教过核能专家 核能不是廉价 核能是当时发电的 那个当口廉价 你后续的核废料处理 核安的检控 还有后续的种种的措施 加起来它并不便宜 因为你的核能废弃物 它的衰退期 它是半个世纪在慢慢衰退 你要不要去处理 你附近的这些 你说跟美国一样用埋的 第一个你找到地方吗 第二个附近的人民 你要怎么补偿它 它比一般的传统发电 还要贵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我们发展绿能 绿能 那是全世界在努力的方向 你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所以昨天赵浩康讲完之后 他爽得不得了 他说你看我到恒春去 恒春都讲说 我们是很赞成的 为什么 因为核能厂在这地方 我有补助可以拿 天哪 你都认为台湾的百姓 都是把钱似为比命还要重要吗 来 博伟 我们看到赵浩康说 如果赵浩康说 如果赵浩的当选 风险立刻就大 不光是地缘政治 不光是中国的威胁 如果还要像是 如果是侯照当选之后 还要再去盖核电厂 是不是台湾的真正风险 马上就到 两个疑问 一个叫做战争和合并 一个叫做联云的问题 来 战争和合并 我简单给大家问一下 简单你自己试课一下 什么情况中国真的会来打台湾 是去给荷造这种的 一直有过说 我们很怕你不要来打 我们都中国人 都会加清 我们来签合并 我们来投行比较好 这样比较容易打 而且不可能 那些就不打 那些只嘴而已 那些如果要打的时候 我们全世界 都没有欢迎 这个 中国真的打起来 全部民主国家都没法接受 对一种台湾 是中国比较爱乐手的 中国对一种 比较有可能挡手 一定是第一种 因为你要驚嘛 我打下去你就投行嘛 乌克兰跟俄罗斯 又不清楚吗 罗斯一开始是觉得说 我如果打乌克兰 就你们共同的结果 我有可能打下去 你们整个投行的 是这样比较挡手的呢 所以你真的要拍 变成战争 你要做的事情是说 他就没打了 打我们中国家 我们就有潜水艇 我们和其他 旧边的国家都好 我们自民煮煮油 宽独菜 他平手怎么打 我们的国防强 他就不敢动嘛 他也没有理由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态度嘛 正常别弄下嘛 人家给我们下就算了 你到来 你到国来 在选副总统的人 在跟我们共和 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如果买就是说 我们做这一件 来政家国防 如果不就是 没有啦 整个国家国家 我们知道啊 河南派要做什么 这种没插的 我也觉得还好 你去政党 政党和和平 真的有效 你整體在做共產黨的議員 在替中國講話有夠落差 所以第一點戰爭和和平 就像說共和平完全不得理 經濟學人和觀察日報 剛才這兩天的事情 連續出國安平的新聞 都是在說全世界有幾個國家 有40個國家對的國家在選舉 其中說就是台灣的部分 完全是同樣的結論 這條投票是我們多看中 我們的民主自由 你到底是proindependent 怕那種一個警察 你就要國家 那種是prochina 就是叫做親中 你奇怪三組人裡面 只有兩個選中 這是我猜什麼事情 原來有兩組都是親中 這話說的媒體詞 我剛才說經濟學人觀察日報 這都聽到自己去查 如果你親中 你有可能會鬆懈國防 你會加入中國陣營 所以你不可信任 如果你如果遠中 就是走向更動力的國家體系 就是政強方圍決心 會走向歐美日陣營 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表示什麼 世界每天在看台灣選舉是 他沒有在插你的土地 沒有在插你的房子 房子 他在插什麼 他在看你整個國 頂頂的 有要保護自己的 價格和財產的決心 所以每天 外國在看我們台灣是這樣 台灣裡面的人競然又有人在 煽動戰爭的恐懼 我覺得很陷害 第二能源問題 吳欣穎 吳欣穎 掌控他在問的時候 他有一個他怎麼問你知道嗎 他說 你知道台灣 大家的這個投資 前三名是丹麥 日本 澳洲嗎 那他的意思 其實他說幾分鐘 他的重點只有一個就是 政三名沒有美國 他不是說你跟美國很好 他要抓消媒錢的 連後消媒錢一顆 十幾間公司 全部都有夠有名的 來這裡都是各自散 包括阿滴 包括林材 保養等等 都來接種 但是我看這個問題 我想有一件事情 第一名是丹麥 台灣跟丹麥有什麼關係 丹麥是要投資台灣 原來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封電 好 讓大家當總統 我都很愛民主 讓你們當總統 讓你們當老闆 你現在有三個選擇 你要用火力 要用核能 要用綠能 你有三個選擇 但是世界環境是怎樣 第一 要減碳 減碳就是怎樣 火力要開較少的 火力為什麼要開較少的 因為日本半年的時候 北京俄文全世界 起到北京都奇怪 我們這空氣發生什麼事 一個記者跟說 你的火力電池開太多而已 那些記者的生命 那樣不容易 那些關 這有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沒有在 對球煩惱的 汽菜 汽菜 汽菜的大氣層 破一缸的汽菜磷 所以減碳 已經是全世界的議題 從2008年以來 到將市 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火力大家都知道 要幹 但是你火力要幹 你接下來要怎麼走 算綠能跟核能 綠能 你就是 我們就是 太陽能 風電 盡量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將市 炸得已經超過核能的發電 還有天然氣也要蘇用 那核能 第一 就不安全 第二 他們在說什麼 還有新型的 還有社會 那個還不還 那個還不完成 對 甚至到小空地邊論會裡面 說聯合國組織要求大家 要減幾百 要增加兩百三百 美國要增加兩百三百 那都是假消是假議的 所以 讓你們做總統 你們大家都知道要選綠能 事實上 國民黨 民眾黨 他們的靈環政策 也是要用綠能 他現在就是在用綠能 現在就是在發電的過程 結果他大家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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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很簡單就是 我們在做 我們在看 我這句話叫做理想很 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對 所以這情報復就是說 理想性會比較少 那現時民剛才的困難很多 現在他們都用理想的方式來打 其實這 其實我覺得很不得力 做一句話就好了 趙燒康的意思是什麼 泰勒斯沒有來台灣藝術的震驚 這樣 那的Black Pink Super Junior 鴻伐艾德 Coreplay去高雄 為什麼不去三百 為什麼不去三百 因為三百 那是這樣改水 這幾個努力的通 就說你做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那真的要用那種為體性的 來自國 我看得很悲哀 是 來來委員 這個泰勒斯 如果能來台北 應該是很多年輕人 期待的吧 怎麼趙燒康昨天 是來潑所有台灣年輕人的冷水嗎 這個大巨蛋 現在開始成立之後 其實一直討論到國外巨星 就講到泰勒斯 在議會也諮詢過 也問過蔣灣 當時蔣灣是說 還沒有人來申請 那今天趙燒康 他因為辯論會講出這段話 然後李四川也跳出來還原 主要是趙燒康 在去年三月的時候 因為趙大巨蛋快完工了 所以他就跟台北市政府說 他想要邀請泰勒斯來台灣 那大巨蛋可不可以趕在年底的時候完工 就可以讓泰勒斯進來唱歌 這樣子 但後來呢就是到一半之後 四月之後 趙燒康又跟李四川說 這個計畫取消了 那理由就是趙燒康 在辯論會講的 因為所謂的地緣政治 戰爭危險關係 那我覺得這部分是因為 趙燒康他是中廣的公司 當時的董事長 所以他邀請泰勒斯來 他講出這段話 我認為他當然必須 對於這段話的真偽去進行負責 那我也相信他不會無地放時 如果真的沒有這一段 胡亂之後 因為畢竟 這不是只有中廣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趙燒康的事情 包含泰勒斯的這個所謂經紀人 他公司 也因為這件事情 現在千年其中嘛 所以變成說 你到未來 甚至有可能 他經紀公司 跳出來去做一個聲明 到底有或沒有這個事情 那他昨天台北市政府 怎麼都說在洽談中 蔣萬金也說樂觀其成 對 台北市政府是因為 今年一月的時候 有另外一家的經濟公司 公共公司 也希望邀請泰勒斯來台灣 然後現在正在談 的確正在談 然後目前是說 1月8號之後 會有個比較明確的結果 但李四川他有講困難 困難不是指地緣政治戰爭 而是指說因為 泰勒斯從這個日本新加坡這樣子 中間要有一個空檔過來 可能時間上比較擠 昨天的辯論會才結束了 到今天也短短的 不過不到24小時間 有太多的事情 都在打臉趙少康 來 傑民哥 連蔣萬安都要打臉趙少康 他自己都說了 正在洽談 樂觀其成有好消息 對不對 怎麼到了趙少康的口中 就變成台灣兵凶戰危 對 這件事情實在是太巧妙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是傷了我們說的 蔣萬安的臉 因為蔣萬安希望大巨蛋 完成之後 第一個能夠迎接泰勒斯 他們其實你在討論了 那也許一些細節部分 還沒有討論清楚 這個時候 你突然講一句話 泰勒斯從所以不來 我中廣都知道 是因為這個所謂的邊緣政治 馬上陳其邁就打臉了 那請問一下 Black Pink 哇 這個 這次大事 Black Pink讓整個高雄的 這個飯店 基本上客滿 還有這個 我們說的酷玩樂壇 這個cultplay大家都知道 那接下來還有更多人 包括我們說 就是我們說 洪法艾德 跟這個Super Junior Super Junior 這也是國際間的巨星 所以陳其邁直接說 趙先生的說法是不攻自破 這些著名的場館都來 而且事實上高雄 現在各個場館都已經排滿了 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比對蔣萬 蔣萬能怎麼辦 我現在有大巨蛋 也有小巨蛋 我就是要辦國際的演唱會 蔣萬是不是想搬回一城 想跟高雄比美 不能演唱會都去高雄 我台北都沒有對不對 蔣萬其實已經內傷了 你知道 好不容易他現在取得 台北市的政權 而且民調希望拉高點 總是要讓台北年輕人 不能做高鐵到高雄 想靠泰勒斯搬回一城 對啊 這是 這是蔣萬的想法 那趙少康 你應該根據蔣萬來討論 所以這件事蠻誇張的 第一點 第二點 他又把五月天拿出來了 我想今天說一句話 這個趙少康拿五月天講 我還說嘴喔 坦白講他現在年輕人支持度 已經降到11個百分點了 再往下降其實影響也不大 最新民調好像各位數喔 是 所以他繼續 繼續把五月天拿出來 你知道五月天從15歲到30歲的年輕人 甚至到40年輕人 對五月天那是必點的歌 你怎麼可以被一個被逼迫進口的人出來說 我沒被進口 這是九二共識嗎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這件事已經被講出來 而且你知道五月天為了要反擊中國 他們到英國倫敦演唱的時候 從頭到尾就是讓大家聽他沒有對嘴 所以他在中國演唱沒有對嘴 竟然說他們對嘴 那五月天也不客氣了 就全程把那個聲音說出來 是我嘴巴有唱歌 那是無言的抗議 其實我跟你說這句話其實真的很傷啊 我真的說年輕人不見得知道趙少康 但年輕人一定知道五月天 五月天被中國欺負 所有人一定是體恤這個五月天 只有趙少康這麼說 好但是我跟你講 昨天趙少康 不論是經濟 國防 外交全部失分 我特別提一件事 真的不要小看台灣 就算泰勒斯萊也是一個晚上 可是這些股市不一樣 其實這麼多公司到台灣投資 我只要講一個 我自己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感動 美國柯林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石科製程設備供應商 這家是非常厲害一家公司 你知道他要到台灣來不是唱演唱會 他是要設高階研發中心 所以柯林來了 表示全世界一流半導體 都要來台灣投資 所以回頭我問趙少康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對 你只拿一個他來說什麼 什麼邊緣政治 這裡日本駐有 美商英特格 還有印財跟艾斯莫爾 還有默克 全都來台灣了 這些人投資在比多的 而且重點的事情是 像我舉一個默克來說 他直接設的是半導體的生產基地 告訴我一件事什麼 告訴前亞洲地區 如果你需要默克這些原料的時候 你都要來台灣入竹滿 所以這件事顯示 趙少康之所以後來 為什麼他被人家認為是不適格 原因是因為他不是單純去攻擊民進黨 而是他跟現況 四個字完全脫離 是 中國所謂的假唱 其實是專門用來對付藝人的一個手段 那現在的吳越天 可能疑似也遭到中國的這個前置 所以針對是否遭到對岸施壓 趙少康說你應該出來講話 結果引發歌迷不滿 明鳳姐 五月天的月迷 現在是怒了 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可能我們喜歡的媒體 被中共這樣子打壓 什麼所謂的假唱 甚至還要表態 現在趙少康竟然是跟著 中國國台辦同一個鼻孔來出氣嗎 是啊 其實國台辦澄清有用嗎 其實真正施壓是中宣部 中宣部門對於這個所謂假唱事件 調查了兩三個禮拜 那個影片大家都知道 他雖然沒有對的固定的麥 但是他手上有拿一支麥 他哪裡有假唱 所以你到現在為止 你都不敢公佈結果 你中國效率不是很好嗎 這個可以假唱一個事件 可以搞那麼久 你都沒有一個真相 我就告訴你 他就是不敢公佈真相 就是五月天就沒有假唱 那五月天完全就是被中宣部施壓 然後中宣部還派人到現場去看 去看你有沒有按照他們要交代 什麼要支持統一 支持一個中國 我們都是一家人之類的 我們都是一家親之類的嘛 那五月天就是不屈服嘛 那不屈服 不屈服 那你現在很多這個 這個由這個中宣部帶出來的這個氛圍 譬如說現在跨年很多衛視台 什麼江蘇衛視啊 浙江衛視什麼 都號稱打一個叫不假唱 不對音怎麼樣 結果那個東方衛視都假 沒有假唱以後 全部都跑掉了 那個音調都跑掉了 那湖南衛視用錄音的 用預錄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整個 整個這個所謂演藝圈的這個清朗行動 那種氛圍又出來了 全部在圍剿五月天嘛 那五月天是你中國的嗎 是只靠中國市場嗎 五月天是國際性的樂團 對 然後趙少康不幫五月天講話 反而是跟這個國台辦一起是吧 專門在檢討被害人就對了 對 然後他只相信國台辦的 國台辦說沒有就沒有嗎 所以說我昨天的表現 為什麼大家覺得蕭美琴好像 昨天我跟林涛同台 林涛就說他太守勢了 可是我跟你講 美琴的這個表現是有攻有守 他的姿態是完全是 適格的副總統的表現 他也不是沒有攻 他也攻擊你副總統的定位啊 你趙少康當選之後 你對於副手的定位 到底是角色應該怎麼扮演 他也有攻但是他是溫柔的 他不是徐浮誇的 但是趙少康在這個議論會中 他發出非常多很多驚悚的訊息 多少是假的 多少是虛偽的 那你說泰勒斯這個 我十二月三十一號跨年 有人還拿那個李四川的簡訊給我看 李四川說泰勒斯要不要來 就這幾天的事情而已 十二月三十一號就表示 他們還在跟泰勒斯商量 要來臺北有可能來臺北 而且李四川的態度是很樂觀的樣子 所以沒有確定 但是很樂觀的樣子 結果你趙少康隔天 一月一號就跟人家宣布 泰勒斯不會來了 那你這是在搞什麼鬼呢 那你在幫自己 臺北市政府打臉嗎 或是怎樣 所以有點扯蔣萬後腿這樣 對啊 然後都是亂講 比如說我不要領薪水 我會捐副總統的官邸 副總統官邸是國有地 他們國民黨的習慣都是 占國有地跟捐國有地嗎 你自己 國有地不是你能捐的啦 對不對 你可以不要住啊 你可以捐國有地來出來做什麼嗎 你是誰啊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你們是國民黨很多這個 常常出現什麼 占國有地來自己私用的 你習慣了嗎 你就脫口而出 就說你要把它捐出來 這個地是你能捐的嗎 是那國有地啊 國有的觀設 所以你的表現大家會覺得說 你做總統之後 你可能跟每天會跟侯友宇吵架 因為很明顯你的路線跟侯友宇完全差很多嘛 很多主張 好像會帶這個月主帶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說一個會講話 或是一個這個什麼會主持節目 或會作秀的人 是不是做一個副總統 在這場變化會裡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副總統是要有嚴謹的態度 來面對國政問題 不是隨便丟什麼議題 然後沒有基礎 沒有這個這個基本的事實做參考 趙少康在昨天的辯論會上 除了用了一堆錯假訊息 同時他還拿出一個辭職書 說要辭掉 中廣董事長還說立即生效 但是這個賴振營的部分就提出質疑 趙少康你在中廣你持股27% 那你沒有放棄這個股權 就像侯友宇不公布 憂鬱的資產都是嘴上說說 然後趙少康今天他有回應 他就說股權是投資的權利 那你包括蔡萊也有很多股票 也要把它捐出來 瑞德哥怎麼看 這個是真的是要辭 中共董事長還是虛晃一招 事實上 那麼不是說人有錢是罪惡 有土地 有股票 有什麼都不是罪惡 問題在於你自己的態度 吳欣英講的沒有錯 他一獲得提名 他就辭了相關新官的董事 那麼他講的這是一個態度跟高度 因為你今天要選的是副總統 所以你必須把態度跟高度 給表現出來 趙少康一拖再拖 從大家來講說 因為你不要正美兩期 那麼正美兩期 他當然說我當選就不要 那就表示說你沒有當選的必然把握 我講坦白就這樣 29年前他誤以為自己有可能 當選台北市長 他在選前做了一件事 他把自己的立法委員給辭掉了 那麼可幸事過今天29年後 他卻戀佔著自己的這個 中廣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一直到最後一天 我沒有講錯 到去年的最後一天 然後呢 他在上節目的時候 被這個等於說人家給他 所以他說人家給他 如果賴清德捐 萬里的礦工老宅的話呢 那他要不要辭 他說他就辭 他還是沒辭 他只是拿出一個空白辭職 還在那邊繼續拖嘛 拖到了我們台灣人 有一句話說 省錢不可以省過年 一直拖到了 整年度都結束了 隔天只剩下12天的時間 那麼馬上就要投票了 這時候你才突然間 故意在辯論的過程中 拿出一個說 我現在簽 然後呢 馬上開一個董事會 然後我就辭掉 什麼意思啊 各位不要忘記 他是大股東啊 那麼趙薩康說 開董事會 就開董事會 不是嗎 然後董事長 這個辭掉了以後 12天後 他又可以立刻敗選後 又可以回復嘛 如果你敗選後 馬上又再開一次董事會 不是嗎 又變成董事長兼總經理嘛 沒有完全都沒有任何的 這個等於違和感嘛 所以呢 你實不止董事長 其實講白了啦 全民沒有那麼注意啦 沒有那麼在乎啦 重點是你的這個 社會觀感問題 就跟那個 郝友宜的凱旋院 跟新莊的土地一樣 是社會觀感問題嘛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 法律的問題 說你沒有 你已經是最高的 道德標準呢 你沒有違反正美兩極 這個是一個高度的問題嘛 講白了 你沒有那個高度嘛 你只是欣欣作態 做這個動作 我有 我有 你12天 就好像他欣欣作態去說 他之前不是 一二再再而三說 他還把副總統 當作總統選嗎 是沒錯啊 剛剛我們已經講啦 趙少康自己 他從上 當副總統以後 上節目就說 他國軍要加薪兩萬塊 結果 結果去年 10月初的時候 你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才強調是一萬塊 對不對 你把總統候選人放在哪裡 沒有你們兩邊說得好 你的境點要一致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嘛 不然到時候聽誰的 有人聽了你趙少康的 把票投給你 最後發現是一場騙局嗎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趙少康 竟然直接在辯論會 你這樣講說 哎呀 副總統只是一個備位元首啦 沒事做啦 所以他把官邸捐出來 後來年薪水不理 我跟你說 我怎麼像趙少康一樣 我能夠用那個區區的一兩億 去用這麼大幾十億的這個中廣啊 不要說把副總統那個薪水捐出來啦 我再加十倍捐出來 給社會大眾做公益啊 所以事實上你認為 是不是因為你的內心世界認為 你不會動算 我說坦白就是這樣啊 你是不是因為你不會動算 你今天是官金就OK啊 你錯了 哪含了這個總統啊 李明博也說 把所有薪水捐出來 結果現在有可能牢獄之災啊 你知道嗎 所以這些都只是一個動作 更何況 副總統官邸是你說捐就能捐的 你可以不要進去住 但是你不要進去住的結果 你就浪費了這個副總統官邸 為什麼 因為他還是要運作 你不去的話 你讓他做紀念館 結果呢 結果呢 最後好幾次的結果 後面的要當副總統人 沒有官邸可以住啊 那還不是要浪費錢 才去找一個地方嘛 你不是這個副總統的官邸 就算你當選的副總統 也不是送你的 你可以大豬大魚 你自己決定說我要做青年住宅 我要做社會部住宅 我要住多少人嗎 所以事實上 照常常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一個話術了 是來這個范老師 我們說副總統官邸 這是個公有財產耶 公有的資產 是可以說你當選副總統 就可以這樣捐出去嗎 再來他擁有一家媒體 擔任董事長 跟我們說一般人買股票 可以做相同的類比嗎 為什麼副總統要做到官邸 他還有一個是安全的問題 你是副總統嘛 你有違安 你不能說我國安特勤 我全部都不要 我就是一個人要做捷運 我去街頭上隨便攬走 不行的 這不是你可以選擇的 這是有法令規定的 所以我覺得他說 把官邸捐出來 那是個假議題 他說我不要薪水 那也是個假議題 你不要 他還是會壞給你 因為這是你的權利跟義務 當然我們知道 趙王剛很有錢嘛 大家都中廣嘛對不對 他也不在乎副總統薪水嘛 可是也不是說你說捐就捐 第二個我不要講 他昨天在這個辯論會上 他真的很會操作媒體 操作眼球 他當著大家的面 第一階段是會自我陳述 他就把中廣要辭去 董事長的聲明書 空白的拿出來 然後親自簽名給你看 的確是很吸金 但是這假動作嘛 假動作 你在中廣你有27.6的股份 到最後你沒選上 股東大會 董事會再召開 理聘趙少康 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還是一樣官副原職嘛 你乾脆就簽一個 本人此生 絕不擔任 中廣董事長兼總經理 你敢不敢簽 對不對 你就簽嘛 就告訴大家嘛 對不對 我就是真的 就是下定決心了 我就是破釜成州了 你不要簽一個假的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虛晃一招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昨天 他說 哎呀 你們都說我這個 會功高震主 對不對 他昨天再三講 他說我就是貝衛的副總統 我的老大就是 侯友宜 總算沒講錯 上一次在政見發表會說 我的老大是賴清德 講了三次 讓侯友宜冷汗直冒 這次終於講對了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大家會質疑你會功高震主 他自己也說 很多人質疑我功高震主 因為你每次都是越級打怪嘛 你上一次的政見發表會 你不斷的在批判賴清德 你都不講你自己的政 不去講你自己的政見 都在講賴清德 他昨天一樣啊 你自己第一趴 全部都批評賴清德 難怪大家會覺得 你根本就是把副總統 當總統在選嘛 你把侯友宜邊垂化了嘛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比侯友宜還搶戲 你比侯友宜政見還多 你比侯友宜更多自己的看法 而且很多政見跟侯友宜是矛盾的喔 你說要恢復核電廠 請問一下 我們目前的核一 在新北市的石門區 我們目前的核二在萬里區 我們的核四在共僚區 都在新北 請問一下 侯友宜你真的支持 這三個電廠全部都要恢復嗎 大家看到了今天 昨天日本的地震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你跟侯友的立場就是不同嘛 侯友宜除非你可以說服新北市民 我要恢復這三個核電廠 所以我覺得 今天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你就是感覺 好像把侯友宜給邊垂化 這個原因在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我覺得 他很多的觀點 跟我們一般民眾的感想都不一樣 他說 哎呀台灣這個飯店餐廳都沒有人 我真的覺得 我現在訂一個餐廳都很難訂耶 對啊很難訂啊可能會沒人 現在台北從南到北 要去訂一個餐廳真的是 超難訂啊 超難訂的 然後你去看飯店 你看高雄的飯店 一個房間都很難訂到 為什麼 因為很多演唱會在高雄 所以我覺得他的想法 跟我們完全不同 另外就是他今天把所有的風險 都說是民進黨造成的 賴清德是和平的威脅 把所有的加害者 中國一句話不敢批評 我們不是被害者 他都是指的是我們在挑釁對岸 那我問你 那日本的這個安倍晉三 是不是挑釁中國 日本的岸田文雄 是不是挑釁中國 是這樣嗎 為什麼韓國 那請問韓國的尹錫悦 也是民進黨嗎 請問菲律賓的小馬克斯總統 也是民進黨嗎 為什麼我們大大膝大 就團結起來 就對抗中國 難道我們都在挑釁中國嗎 是 這完全是中國 特別是習近平上來以來 從2012年他上台 推動了東海防空室別區 他不斷的軍機繞釣魚台 造成中日關係緊張 他在南海設島礁 設機場 設軍事設施 造成跟福利賓 跟越南的關係緊張 他的戰鬥機 不斷的飛鄰南韓邊界 造成南韓跟中國關係緊張 所以今天的始作俑者 就是中國 這是國際認證的嘛 為什麼趙周康對中國 一句話都不敢批評 然後只敢說我們自己 我真的覺得 他說這是一場戰爭跟和平的 一場對抗 做事選舉 我認為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民主跟獨裁 是 所以我們到底是怕戰爭 還是怕獨裁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PK 我覺得大家對獨裁的恐懼 是比戰爭更高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是只有我們面臨戰爭威脅 韓國 日本 美國 菲律賓同樣的 都面臨中華威脅 我們德不孤必有靈 而且拜登已經三次公開講 他會用軍隊來保護台灣 所以我們對戰爭 我不曉得我們當然保持警覺 但是沒有像趙少康那麼恐慌 那麼那麼的緊張 我們反而是對的是什麼 獨裁 因為香港看得很清楚 香港的一國兩制 已經變成一國一制 香港在港版國安法的情況之下 真的整個香港沒有自由 沒有名字沒有法治 而外商紛紛從香港撤離 香港的所謂的亞太金融中心 英國人用了一百年 把它變成是國際金融中心 中國只用了三年 因為港版國安法在三年前通過了 趙阿康如果你聽了他的這個 相關的證件會跟辯論會了以後 你會以為現在的台灣是名不聊生 我們在啃樹皮啊你知道嗎 好像剛剛范老師所講的 好像台灣是一片蕭條嘛 單單這個演唱會 最新的統計去年在高雄是117場 有139萬的歌迷到了高雄 其中8場大場就創造45億的產值 然後還有8% 我剛剛說的139萬的這個歌迷裡面 有8%是外國人特別追到高雄去的 我在這裡對高雄提出抗議 因為我去年在海北一場都沒有辦法聽啊 你知道嗎 都想不到票啊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講 剛剛3Q講的沒有錯啊 難道是因為去年 新北市土城發生 衛成年少年拿AR15自動部槍去 找了51槍 包括校園也有那個年輕人 校園衛成年的國中生 拿唐龍刀刺殺死別人 難道是因為北台灣兵凶戰危 所以演唱會全部到了高雄去了嗎 你怎麼可以用這樣類比的方式呢 對 趙趙剛充滿爭議啦 那侯友宜呢 現在則是深陷新莊土地的爭議 那我們看到李政浩呢 今天最新的指控 就是新北市府在2018年呢 在侯友宜的新莊的這塊地的附近呢 就是我們看到圖示這邊呢 就是新增了一個 劃設了一個學校用地叫做文高二 這樣子會提高相關土地的資產 那我們看到侯伴有回應啊 就是說這個文高二這塊地呢 在1973年的時候 新莊劃設都市計劃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所以綠營呢 是這個用影射在這樣跟潑黑水 那我要請教傑明哥 這塊用地 其實不管它是民國幾年 劃設不管是學校用地 現在好像是把它改成了市場用地了 都對這塊地都是一大利多 也就是說不管劃設什麼 都對這塊地有提高很高的價值 那侯友宜身為這個土地的主人 雖然說是他太太公司所擁有的土地 難道不該利益迴避嗎 我先說明一下他解編了高中二 但解編一般高中二 我的意思是說呢 其實你的土地呢 就回歸你的私人所擁有嘛 這是我們現在看 這塊高中二 文高二是吧 就是我們說的文高二 就是我們說的原本是 就是所謂高中的用地 那因為附近的學生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但你知道這塊地 我們現在說解編 解編就回歸你原本地主嘛 你不應該再做任何的動作了嘛 因為解編了嘛 不再做高中啦 那當地的私有地就歸啊 就這塊地現在是 現在是劃設成什麼 公保地是不是 公共設施保留地還是什麼 變成公園以及市場用地 市場用地 當然也有住宅用地 但是我要特別提一件事 你以為這塊地是政府的嗎 錯了 來看一下這塊地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文高二這邊 所有都是私人 只有一小塊2.97 其實屬於中華民國財政部 石油 其他部分全是私人 都是私有地 都是私有地 所以這塊地一旦要這個變更的時候呢 它的做法就是政府 新北市政府拿錢把這個私有地全部買過來 徵收過來 劃成公園以及住宅區 當然這部分就要變成爭議囉 如果今天你高中沒有在使用的話 你說文高中沒有在使用的話 基本上你就應該歸回民間 由民間來負責這塊土地的規劃嘛 你怎麼可以貿然去執行這樣的一個計畫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其實爭議點在這個0.47公頃呢 有關的公有市場這一部分 那他們說附近呢有一些所謂的民間的這個市場啊 把它變成是立體化 對不起喔根據當地的說法事情 不是這些所謂的一般的我們說蔡奇亞 把它變成是立體化成這樣 不是 它是變成類似百貨公司 這樣喔 對 購物商城 那更好不是嗎 理論上是更好 可是問題是當地這些做零售你去哪裡 這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整個把民眾的利益完全不看在眼中 那你想看喔 你意思說這一塊地私有地的地主 可能就不開心是不是 當然不開心 它的地主全部都被收購了啊 而且會被拿走40% 變成公園 然後可能有些地方還是歸於自己的使用 可是這地方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事情是你這個規劃是非常突然的 而且你這個規劃的重點的 教你的什麼地方呢 我剛才講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這個市場的地方呢 要改成是我們說的公園市場 那我今天早上就問了當地的議員 他跟我說呢其實這個公有市場你別想那麼多 這公有市場不是大型的菜市場 它可能是一個百貨公司 類似那種shopping的地方 如果這個是真的話那還得了啊 好這是第一個正義 第二個正義呢就是來自於它家土地 它的土地在哪裡你知道 這塊地一旦解編變成公園住宅 但是呢它家地在這個地方 就在隔壁 我問當地議員說 你知道這塊地有多值錢嗎 第一個它是體育館第一排 我們先不說捷運很近 我們只說公園第一排 這個地方就已經價值很高了 如果這邊再解編成公園 加上部分的住宅 以及是所謂的商場的話 這塊土地的價格就不是一坪70萬了 就絕對不是一坪70萬了 而且呢因為這邊的這個都更之外 周圍的這個馬路呢 都可能做全面性的更改 那我們知道161項它比較窄 到時候因為這個案子呢 可能這附近的馬路都可以變 要拓寬 這些事情什麼 都是新北市政府付錢 然後誰賺這筆錢 答案清楚啊 但我們要說明一件事情 他說這個地方在1970年代 就決定是高中的用地 這個我沒有什麼質疑 但問題是 就是在五年前的時候 你變更成所謂的公園用地 跟所謂市場 市場用地最近 重點是現在嘛 是現在 對 那我再問一件事嘛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那種 所謂巷道啊 因為已經不用了嘛 就解編嘛 請問一下全台灣有哪個地方 你的學校用地解編完之後 還要變成是公園的 哪條巷弄解編之後 那條路不是回歸私人使用 還有變成說 我在另外立個案子 把它全部收購回來 重新這些私人土地 全部都沒有 這個讓我想起溫載俊 這就是溫載俊的翻版 溫載俊不是這樣子嗎 把所有六千多家的工廠 全部趕走 把當地的住民擁有土地也沒有 然後變成現在變建商的 這個新樂土 不是這樣子嗎 也就是這一塊地的決定使用權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會來決定嘛 不管它是學校用地 或是後來變成所謂的 什麼商場等等 這些都會有利於周邊的土地 當然啊 因為他有解釋嘛 周邊已經有商城了嘛 所以這個地方很富裕嘛 新北市政府不是又增加 它的容積獎勵嗎 當然一定會 相對 這邊的容積獎勵 可以到300個百分點 所以這邊至少 一定是起跳 但這邊可以到300個百分點 如果是屬於商城的話 所以回頭一件事情 那你要知道 當這個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我就問議員說 那這有什麼好處 他說 簡明哥 你不知道什麼叫公園第一排嗎 公園第一排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 體育館第一排嗎 你這邊變公園 變成是這個園區 這周圍的土地 只要是空地 有可能都更的 一定水漲船高啊 因為這邊是最近的 那離這個捷運又近 所以整體而言 這就是人家瓜田裡下嘛 今天假設 你沒有這個土地在這個地方 第二件事 其實大家最質疑的事情是 解編你為什麼 還要把私人土地 重新收購 重新劃分 重新讓它失去家園 也就是新北市府 不放這塊地就對了 不放這塊 就是表情這塊肉不放 不放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這麼講一句話 其實當時這個體育館 已經做了變更 其實就已經拆了很多房子 那是1970年代的事情 那周圍幾個學校 其實都已經蓋好了 那為什麼這塊土地 你就把它回歸到原本的私人用地 然後由私人自己做 但新北市政府不願意嗎 私人 當然私人一定要自己的土地 我自己使用 我們再看一下 這些私人土地不是小地 它每塊地的面積都很大 你看這邊有幾筆都是屬於1000平方公尺 就300多筆的概念 所以如果地主 這邊原地主能夠自己運用 300多筆 價值更高 300多筆當然就可以做都更 這邊有幾筆300 12345678 幾乎你看到了 所有私人所持有土地 有一半以上都擁有 將近300坪到500坪的土地 那請問一下 人家可以自己申請這個都更 為什麼一定要由你政府買下來 土地重劃 我失去50%土地 而且說真的 今天你有沒有都更 你旁邊就是體育館 這塊土地回歸私有 本來就是它的價值 但是如果你是由政府來組合 這些人喪失土地完之後 他捐出45%之後 其實有利的是周圍 這些所謂具有 土地開發價值的地方 而且我要說一聲 其實今天 之所以大家質疑這件事情 他很在意事情 因為之前有個溫載郡事件 溫載郡拆了很多民房 現在你要繼續拆民房 來圖利你周圍的這些商家嗎 成為大家說好奇的地方 對 我們看到這個新北市府 竟然掌握這塊地 不管他做什麼 都是有利於這塊地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手法 自己做市長 然後再決定這塊 可能是犧牲這邊地主的權益 漢業母業 還有很多三合院 以及台義文學 旁邊在兩千年做中 兩千空一年空二年做總統 先把設定說 那個叫做古蹟村 旁邊把它設定之後 現在經過二十年 幾乎所有人去朋友 都一定會去利益 我相信在座應該都 以後加鼻聽到一些 先人掌兵 倒火海藏 旁邊做這件事 二十年後來看 二十年後來看 優秀讚 如果我做這件事就會出事 為什麼因為我是那些孫子 這就叫做圖利自己 同一件事 是不是你們家的人做差很多 旁邊做這是古蹟設定維護 如果我做就是 讓我們家的祖父起床 這就一句話就說完了 虎佑儀 你自己知道那裡有地 兩個觀感不好 第一 你明明知道你們家在那裡有助餐 你去做這些變形 你說沒有啦 那裡有土地哪 那裡有土地我們知道 你有很多辦法 你能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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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賣掉很多方式來改 你不是 你占到那個地 連後怎麼樣 連後來做土地變形 整個放好 這不是土地 什麼是土地 你用行政的手段 讓那些地變好 那不是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你連坐也要消貪 你很愛錢 但是都結到很青年 結到以前都沒有 當槍林彈宇 都沒有穿防彈衣 結果大家對你最有印象的新聞 那張相比南非有關的 那個理就是正反彈衣 所以我常常說一句 國民黨也都沒有反對 國民黨的政敵的理想 就是來發大財拼很快 不然韓國會為什麼 韓國會為什麼大家都很敢 因為說發大財 他沒有理念 他也沒有對一個 對一個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他會告訴你 好我們很有理想 我們捍衛中華民國 我堅決反對統一 共產黨不要欺負台灣 沒有啦 他們沒有所有的理想 他們就是想說 老大的 董主席 總統 副總統 大家都很好 不然就是 不是女朋友很好 就是他們家庭 另外一半很好 就大家都是 他們整個 我去看他們的 討論的過程就是 比上比較好 那在這個環境裡面 當然就 受費不分嘛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黑道漂白要參政 結果看一看 都在國民黨裡面 在這裡是說 要土地要怎麼變政 台中的 我就已經說過了 台中的捷運 我的選手 我印象到 台中南縣連 盧秀苑還拿出來 打那件事 胡志強 林家隆 以後 要來做 盧秀苑變政 一陣 胡志強也沒有那陣 盧秀苑也沒有那陣 林家隆也沒有那陣 就是盧秀苑 從空中 撲一個叫做 陣營戰的出來 那陣就是 某家的土地買了 那陣的某家的土地 都是圓圈圈 圓圈圈 圓圈圈 就是定基地 正義路以後的 引導的博物處 所以那時候 行政医 要求兩件事 第一 你要跟我說 為什麼要跌700億 來就什麼土地成長 成本上升 徵收輪圈 他們現在都說中央在卡 卡不上去過 對 這是第一點要求他們做的 這點 行政医說 民共 你就快點開箱了 快做好 台中的民意代表 大家大家也來拜託 第二點就是 你要怎麼跌這站 台中市政府 來回滾到 沒有一趟 來回五檔 來回五檔 沒有說 為什麼要跌這站 一直到幾年補算 林靖雄圈 有人說 那裡的土地都他們的 如果對那個地方 你們聽到去查 你們自己去看空照圖 那個地方 後面半三平 以前是社區 那個地方 沒人會買那個地方 他旁邊就是 一種臨時的 自助 洗車 加油站 那種就是 他旁邊也沒點 也沒假 是誰會買那個地方 南思維就開發 買那個地方 所以一把捷運 拉到那邊 增加那個土地的價值 對嘛 台中南線 只有一個人在卡 就是盧秀映在卡 因為他到今天都沒有水平 為什麼要跌那一趟 那如果回到新莊 現在 侯友宇這塊地 也是一樣的 一樣嘛 所以他們的 我們的政治 是說 要來用政治特性理想 我們要用政治 來保護台灣 政家各方 他們的政治 就是我要讓我們家 越來越大街 我們顧的是國家 他們顧的是他家 對 所以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當市長嘛 活著你當副市長 結果呢 融機獎勵 獎勵到自己 然後再來呢 現在綠營也在公開指控 你的優裕公司 是不是一個空殼的公司 是不是藝人公司呢 因為你好像沒有請員工 然後呢 只是為了凱旋院 你多年累積下來的這個租金 你要節省稅金 這些年恐怕已經高達1500多萬 所以你優裕公司 有沒有誠實報稅 對 對 對